詞曲 李宗盛 我相信在心裡的最深處 是那一個對 我覺得應該是對人性的失望 覺得 為什麼我現在身邊的人 都好像不是我預期的 比如說我覺得是真誠的對待彼此 比如說我覺得是很專心的 莫忘初衷的在做一份工作 比如說只為作品好這件事情 種種的因素我會覺得 我身邊累積的越來越多 是我不能夠控制的人 或者是我不能夠理解的人 我不能同理的 還有我不能同理的人 就算環境也是 雖然那時候看似都有最好的待遇 看似都有最棒的收入 但我卻知道說 那時候是我心裡最匱發的時候 我很確定沒有那個喜悅 是來自心裡那個長久的 然後我也很清楚大家 想要從我身上得到些什麼 好像是大家期待你很多 那我知道我給不出去了 包括我覺得更好的台詞 更好的表演 更好的人際關係 所以我選擇先充電 先去把自己充實好 找到那個源頭 我真的很感謝上帝 我有這個時間 我有這個勇氣 我有這個能力 去做這樣的決定 我覺得我的個性裡面也有一種 不安於事 很怕舒服 怕安舒可能是我的偶像 我猜我猜 因為人家不是說安舒是偶像嗎 我都覺得那我應該是怕安舒 所以我曾經有一度覺得自己是不是在找刺激 找會啟發 對 新鮮感 所以這種人怎麼在一段關係裡面長久 但我發現 當然某一部分是因為我的工作 我是演員 所以演員可能是 我的好奇心是真的很大的 我想理解這個很多層面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每一天 都好像真的在學習些什麼 多同理些什麼 那我猜七八十歲的我 也許會更理解更多事情吧 那我覺得這也許是活著的 一個有趣的生活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場景 超像以前在電影院主持的一個節目 對 我很 那個是很可怕的 因為我們那個每一個訪問都只有六分鐘 但六分鐘怎麼讓這個節目精彩 怎麼讓這個對方打開心胸來跟你聊天 怎麼讓這個畫面美麗 或者是有不一樣 又別於別的訪問不一樣的畫面 不管要畫面又內容這樣 所以其實很挑戰 然後重點還要用英語 不是自己的母語 所以非常的痛苦 我的英文真的沒有那麼好 我覺得這很像 就是上帝要用你 不是要用你是那個能力最好的 是用那個願意的 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大家都可以 我做的事情沒有不一樣 當然我現在做的事情也不是超級棒 或者是超級成功 我只是想鼓勵大家 很多事情 做在那邊羨慕是會比較浪費時間 我到現在可能都忘不了兩年前 我有演一個媽媽的角色叫淑芬 其實我到現在都覺得我心裡有一份溫柔 是來自於那個角色給予我的 因為她是一個媽媽 是一個我在這個世界上 還沒體會過的角色 可是在演半年的那個過程中 我有一個女兒 從一開始她完全不讓我碰 跟到後來我們在等戲的時候 她會拉著我的衣角 然後我們就越來越多 這種很親密的接觸 甚至感情越來越好 我就會覺得 這一份愛 是這個角色帶給我的 還有那個當媽媽的那個溫柔 也許我拿到了一點點 那這個是主持人 沒有辦法吸取的養分 在訪問這些 算是好萊塢演員 不管是製片 音樂人 或者是演員 還有編劇 甚至還有到動畫的訪問 你就會知道說 他們的環境塑造出 他們有一個非常完善的一個準備 那其實打開了我 那個好奇心是更多的 更多的好奇是 對於每一個演員準備一個工作 都有不一樣的SOP 所以你可以清楚知道說 有一些演員 他今天不管再怎麼資深 他可能到現場他都還是戰戰兢兢的 其實一方面謙卑下來 一方面就是你還是做你自己 你回過頭來 你還是知道你是那個獨一無二的 你今天不可能用修學科班的方式 去跟片場的人相處 你還是要用屬於你自己的方式 所以 繞了一圈 還是會最終回歸到那個 上帝本來創造你的那個 與眾不同的地方 那我知道我的與眾不同 就是我的大方 跟我的愛聊天 愛跟人相處 愛人這件事情 所以就善加利用囉 我覺得 就比如說我很想去美國發展好了 直到有一天主持到一個階段了 然後電影跟電影公司的人也熟了 他們開始默默的 就是知道我有這個夢想 然後有一天我也真的很想要 要那個製作人的電話 我的節目製作人 再加上電影公司的人鼓勵我 我才敢做這個要電話這件事情 後來是給E-mail 我有了這個E-mail之後 我遲遲不敢記出我的履歷 我就問我自己在怕什麼 我怕我去追這個夢 好萊塢夢 不成功啊 然後我怕被笑啊 我怕被別人覺得不夠啊 就是這樣 就是怕這個世界的眼光 所以我就想哇賽 我原來我會在意耶 我就原來我也是會活在社群之中 我以為我活得很灑脫 看到了這點 我就又告訴自己 對 別人都說那個成功的機率很低 也許是1%好了 那我可能就是覺得 那我如果不成功 那是不是理所當然 所以我成功的話 那就是超酷 我想了 這件事情想了一年 我才記得 那你說到現在有沒有回覆 沒有啊 失敗了 但我有沒有很佩服那個 感激出去的我 有 張雨昕小八 就算你今天沒有闖蕩好萊塢成功 至今 我知道如果你還在這條路上努力 你一直這麼勇敢 那其實那是最珍貴的 所以這本書 其實不是一個成功人士的故事 這本書 是一個讓你知道 你這些挫折跟 那些 上帝要你經歷的痛苦 不會有一條是白走的 因為那都是最美好 會成就你後來 所謂的珍惜 所謂的無憾的人生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為什麼我還是想去美國 追那個夢 我到現在也是沒有任何一個 經紀人的電話 沒有任何一個人脈 但我還是會這麼做 我要成為那個 就算是大失敗的例子 或者那個百分之一的成功 我要做 你不做 你永遠在那邊想 你想一百次 你的奧斯卡獎 都不及你真的 可能走進那個會場一次 對 好像沒有真的坐下來聊過什麼 但 現在的感情有沒有到最好 其實我覺得 還是可以有待觀察 然後 小時候的那些打打鬧鬧 我覺得這是每一個家庭 都會經歷的 如果真的有兄弟姐妹 不過我覺得 有這麼多姐姐 其實對我而言 現在來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管是家庭工作 每一個層面都是需要一個團隊來合作 拍一部戲是 一個家庭的和諧也是 所以我只能說 每一個人都在不同的狀態裡面 有一個很強相當大的 跟相當獨一無二的付出 大姐有一個非常理智的邏輯跟腦袋 所以她看待事情都是分析 數據 結果 所以針對爸爸的病情 她可以去跑十家醫院 然後交叉比對 二姐是有個聆聽的心 她還有耐心 她甚至有非常大的幽默感 以至於她在對我爸媽 她可以聽他們兩個講同樣的故事 她可以聽一百遍 她不會膩 我是我們家唯一基督徒嘛 所以我就比較容易幫他們祷告 做一些我覺得 可能我希望上帝來幫忙做的事情 所以就每一個人有不一樣的 功能 大家都缺一不可 團隊就是這樣 一個家庭也是 但是真的是到很後來的後來 才看到了他們這些美好的地方 在小時候哪看得到這些啊 我常常在氣死我姐姐的時候 我就會常常想起聖經一句話 說你看別人眼中有良 看別人眼中有刺激 你眼中有良嗎 我就覺得完全正確啊 我就是一個活在一直比較 我比姐姐棒 我想要比姐姐好的那種狀態 可是其實 真的是到後來發現 各有各的棒 你好棒我也會很好 這樣 我覺得沒有短時間修復關係這件事情 永遠沒有短時間 只是你什麼時候知道是終點 就是他離開 或是我離開的那一刻 你才會知道是終點 那在終點那一刻 其實可以檢驗這一切 就是是不是有遺憾的 那因為我父親在去年年底過世 所以在他跟我的對話裡面 我可以知道我們這段關係沒有遺憾 我相信這個是神 讓我經歷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雖然它是一個最痛的事情 很多時候我覺得我都有被感動到說 也許這是爸爸最後一次去太平洋 去花蓮看海 也許爸爸這是最後一次 递衛生紙給我 所以神預備了我金錢能力跟時間 願意帶爸爸去歐洲 我很感謝疫情 也讓我在2020年的時候 關在家裡 可以好好跟我的父親相處 所以我說沒有短暫 就即便2018年我還在認識這位父親 甚至到2020年的疫情 我也還在認識這位父親 我認識到他說 他真的就是不喜歡我拖地 因為他覺得會滑倒 所以就一輩子不要拖地 或者是他真的就是 每一天都有那個忽然會心情不好的時刻 那我們怎麼面對 所以我感謝疫情 讓我更認識我的父親 我感謝疫情 讓我爸爸也後來 因著這樣密集跟我相處 可能也感受到我的改變 我的溫暖 所以他也在後來認識了耶穌 也受洗成為基督徒 我想這才是最大沒有遺憾的地方 對我而言 對 是非常非常大的衝突 是互相在叫罵的那種狀態 只不過起因是我們家的狗 沒有吃正確的食物 然後我沒想到我爸這麼氣 我也沒想到我自己這麼氣 他氣到真的是摔房門 我們兩個很久沒有這麼大衝突 這在歐洲蜜月回來 所以你說關係修復有沒有辦法很快 沒有 一定是長期抗戰 他大力摔門之後 我真的是氣炸 我氣到我真的是要 離家出走 馬上right now 後來我去真的是尿急 我就去上了一個廁所 在上廁所的時候我就問神 神 你不是使人和好的神嗎 那為什麼我跟我爸會這樣 我還沒等神給我答案 沖了水之後 我竟然做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跑去我爸房間的門 開著他房間的門 看他的背影 我走過去 我就說 你剛剛那樣講話我很難過 我沒有哭 我就只是這樣講 我發現我講這句話 怎麼心裡這麼舒暢啊 然後我爸爸就不講話 我說 你知道我 我說我還是要跟你道歉 而且身為一個女兒不該跟你打小聲 可是你剛剛那樣傷了我的心 然後我爸爸有回答我 他說 我不是故意講話讓你難過 所以我覺得我像個小孩一樣 在跟爸爸說我受傷了 但我爸爸也像個爸爸一樣在跟我說 他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爸爸 所以我覺得那段對話對我而言 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他離開之後 我常常想起這一段對話 是沒有遺憾 我大可以那天趕快離開家 像我以前一樣 跑去台東 跑去任何一個地方躲起來 然後氣他 氣他從小到大的都不公平 但神沒有讓我這麼做 神用最快的時間 修復了我跟他的關係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很好的 神工作的一個 我覺得非常美好的一個痕跡 讓這件事情自他離開之後 還是一樣 在我心裡我都想起來 我都覺得很美好 甚至我期待我自己 對於每一個人都要如此的 無憾吧 那個無憾的關係 可能是要真的很勇敢的去面對這個冒犯 我就想 常常想起 為什麼我常常在教會 可以見到很久不見的人 給他一個大擁抱 那為什麼我見到我媽 我沒有辦法抱他 我見到我姐我也抱不起來 我連手伸出去的勇氣都沒有 提起來的勇氣都沒有 到現在都是啊 敬拜可以勾著我姐妹的肩 為什麼我沒辦法勾著我媽的肩 沒辦法勾著我二姐的肩 我就是抬不起來 我就是害怕 所以還有我覺得 故事未完待續 還有好多自己需要被帶領的地方 但是要 我覺得我自己的前提是 我很清楚我需要神 我不是靠我自己去做到這些事情 而我渴慕 關西武漢 所以我期待神繼續工作在我家 剩下的 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的身上 因為這本書其實不叫進那些沒有白走的路 它本來叫做 35歲不結婚要幹嘛 就是我人生是不是只有結婚這個選項 我人生還是只有夢想這個選項 我人生到底在這麼多選擇 我只有這一把時間 我要怎麼分配 我的愛情生活工作 父母和睦關係 我要怎麼分配 我覺得永遠沒有平衡這件事情 永遠只有你順服這個環境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你就做什麼 我有我姐姐還在我身邊 我就要好好的對待他們 我要好好的讓他們覺得他們被愛了 我要讓我姐姐就算 即便此時此刻離開了我 我沒有遺憾 所以我想努力這一塊 是只看我擁有的 不看我那個還沒有的 我今年接演了舞台劇 我沒有想到我會再接演舞台劇 我曾經是一個告訴自己說 才不要演舞台劇的人 我覺得舞台劇都一樣 為什麼要演一樣的東西 我最喜歡即興創作了 我沒想到這次我接這個舞台劇 有多麼多麼的珍惜 我珍惜原因是因為我知道 這是神給我的工作 我知道今年也許沒有去好萊塢 或者明年後年也許都沒有機會去好萊塢 但我知道神要我走的 絕對不是我想的那一條路 那我就順服 我只有順服再順服 沒別的 唯獨順服我才知道 我有把這件事情把自己交給神 曾經禁文會有問過一題 如果你生命跟耶穌一樣 可能只剩下三年半 你會做什麼事情 我發現我只想 傳福音 我只想讓更多人知道 有一位神 他是可以改變你的神 你那個從小到大沒有被愛到的 神都會給你 所以如果我今天不做演員 我真的很願意 讓世界的每一個未得子民 那些思上的靈魂 或者不認識神的人 讓他們知道有一位神正好 中國人 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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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神